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東周網告 令人精貴碰島 我是主持人阿威 今天我們又是請到女團 Beenies 和我們講一個關於酒吧的鬼故 沒錯,這件事發生在去年年尾 我們一群朋友去尖沙咀一間酒吧 那間酒吧很有趣 它是一間樓上店 但它是一個舊式茶餐廳 改裝成為的一個酒吧 所以那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很舊的poster 可能八、九十年代 香港歌手的poster 然後播放一些很舊的歌 那個氛圍就很暗 然後有很多黃燈 設計有屏風 然後我們一群人在酒吧喝東西 聊聊聊 突然間坐我對面那位朋友 就說 我覺得有些東西在叫過來 他的耳朵 他覺得有人在吹他的耳朵 我們在同台裏面 我不怕 同台裏面 就有一個 有一個 抱歉 男士 他就是懂得用靈擺去溝通 跟那些 那些叫什麼 朋友仔溝通 他除了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他又懂得聯繫 高我 總之是一些 身心靈界的人士 所以他就馬上拿著靈擺出來 就發出我 哦 是嗎 你旁邊有一個媽媽 牽著兩個男的小朋友 然後我那時候就 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位老師 就開始跟那個靈體 在聊天 他就問那個媽媽 然後他就說 他就 牽著那兩個小朋友 都沒有走過 都飄了在一個人間很多年 不知道六七十年 但他們的狀態都是 一個媽媽和兩個小朋友 然後他就 那個媽媽就問我們 就叫我們猜他怎樣走 他就給了 我很記得他給了三個選擇 但我不記得那些選擇是什麼 然後他就逐個逐個猜 不是 我不是這樣走 我不是這樣走 就是玩遊戲 然後 他就跟我們說 這個酒吧 因為一直都播出一些 很舊式的歌 其實吸引了很多朋友 然後 我們轉過頭 老師就說 是的 那個屏風後面還有一隻 站在那裡看著我們 但是 因為我看不到 我又感覺不到他吹我耳朵 所以我又不是很害怕 但是 我就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那晚你們繼續在那裡玩 是的 其他人都沒事 其他人沒事 有同台的朋友 幫我 又是用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幫我設定了保護 然後我就沒事了 我就回家很安心地睡覺 之後再去都沒有時間 之後 那間店舖搬了 搬了 是的 但是那個 他搬了去另一處 我們都去過 是的 都是這樣看前 都是很舊式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 那裡還有沒有 都很舒服 我們每次去玩 是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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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